你发现没有 在三星堆发掘出来的青铜人像 黄金面具等等古文物 和同时期的中原青铜器大不相同 除了这个火锅比较接地气以外 其他青铜器都造型特异 甚至没有留下一个文字 简直不可思议 大家想一想 一个文明都已经能够炼制比较精致的青铜器了 它们怎么会没有文字呢 至少要有度量痕吧 可惜的是 什么都没有 而且出土的三星堆人高臂深目 全面突出 扩嘴大耳 耳朵上还有穿孔 造型夸张神秘 看起来和现在的中国人差别很大 要知道同时期的商周 留下来的青铜器大多都是气度稳重庄严 而三星堆的青铜人像 更加飘逸 超脱 充满神奇的想象力 不知道为啥 我没由来的想到了南派三说 想到了那个神秘的古鼠王 当然 这也不排除古鼠人在制造青铜器的时候 采用了夸张的手法 为的就是让人们有敬畏之心 这也是古代统治阶层常用的一种手段 我手中的这本书里面写道 公元前三千年前后的四川盆地 上是一片蛮荒之地 当时这里居住着两大族群 分别是东南部的苗密族和西北部的羌人 根据古羌人的传说 他们的祖先来自西北部的高原 他们到达现在的成都平原之后 曾与当地原始部落的民族 有过一段互相征讨的历史 后来 一个叫做残虫的羌人首领称王 由于残虫有纵墓 后来羌人就铸造了大量有青铜纵墓的面具 来纪念他 华阳国之蜀志中写道 由蜀侯残虫 其墓纵 史称王 四 做石棺石果 国人从之 故俗以石棺果为纵墓人中也 李白的蜀道南里面也写道 残虫及于佛 开国何茫然 种种记载 似乎印证了古蜀人的来历 但传说毕竟是传说 南派三书的盗墓笔记 也就是参考了这段的历史 再加上这段历史记载不全 所以才给人一种一针一换的错觉 若真有此目 我估计他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就是三星对文化 彻底揭晓谜团的那一天